四川成都金牛区的某一个小区内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悠哉地散着布 他身上穿着一件军装胸前挂着几枚勋章 路人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上前打招呼 还有人上去问他身上的勋章是不是真的 每次老人回答道这些勋章都是仿制的 或许大家觉得老人不会撒谎 所以人们就相信了老人的话 不过每次见到老人穿军装 都会感慨到仿制技术的厉害 因为这身军装 老人总是小区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次老人回到家脱下军装后 都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而每每看到眼前的勋章 老人似乎就能看到 他之前经历过的那段烽火岁月 其实老人身前的勋章并不是假的 那都是国家颁发给老人的 2005年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上 我国首次对国民党士兵 在抗日期间做出的功绩得以肯定 还公开了一批名单做宣传 邻居意外发现 老人罗建渊的名字也在上面 这是他们才得知 老人身上的勋章根本就不是假的 而是真实存在的 是他用血和汉换回来 老人是一名抗日老兵 1924年 罗建渊出生于重庆中县一户普通人家 在罗建渊还很小的时候 母亲便离世了 他的父亲在不久后给他找了一个后母 可是这位后母对罗建渊并不良善 甚至常常打骂他 罗建渊的父亲虽然是当地的中学老师 对此却也并没有说什么 他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应当越言越好 当罗建渊从追到会回来时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前冲去 甚至孩子们也开始问起他的故事 罗建渊看着面前的这些小孩子非常激动 在与孩子们聊天的过程中 他知道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4岁 这让他想起了参军时的情景 这些记忆突然涌上他的脑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得爆发 让全国人民陷入了恐慌之中 我党与国民党一起合作抵御外敌 举国上下掀起了奋勇抗日的浪潮 重庆中县的北门中学内 学生们举着抗日救国 还我河山等标语 纷纷呼吁抗日 10月 当四川安全部队经过这里时 他很激动 认为这是参军报国的好机会 他打听了一下当地报名登记处 随后就过去了 当时负责招兵的连长 看罗建渊十分瘦小 于是便询问到你多大了 罗建渊听到后便说自己13岁了 连长听到后连忙大笑 打仗可是要死人的 快赶紧回去吧 别让你的父母担心了 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罗建渊见状立马回复道 如果我怕死 那我就不会来了 也许是见到他想参军的想法 坚定不移 连长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让他去到领取军装 听到允许他参军后 罗建渊开心的不得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就这样罗建渊便被这家中的继母和父亲 悄悄地跟随着部队离开了家乡 之后他便加入了川军团 经过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 他被编入正规军团第二军第13师 三七团五营二连中 奔赴江西九江街坊 当时还年幼的罗建渊 很快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军的部队到达九江后 立即将铁桥破坏 目的就是不让敌军过桥 日军为了过桥 利用飞机和大炮乘坐汽艇进行抢夺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 这场战争一共打了七天七夜 罗建渊的部队从两千人到最后 只剩下八百人 最终被迫退出战场进行休整 罗建渊老人讲述时 对周围的孩子说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战争 他当时虽然很害怕 但想想自己加入部队的初衷 他就不那么害怕了 1942年7月 赫州战役打响 罗建渊的部队赶到这个地方 接替八八军 而在这一次的战斗中 日军利用夜色对我军发起了进攻 数十名日军顿时冲上了阵地 当时已经担任班长的罗建渊看到后 开始指挥战友们进行抗战 他手当其冲和日军扭打在一起 在打斗过程中 一名日本士兵端起了刺刀 向罗建渊刺去 他一时之间来不及多想 立即用手抓住了刺刀 他头上也被刺刀拉开一道口子 罗建渊当时已经猛了 但在强烈的求生本能下 罗建渊从腰间抽出一个匕首 狠狠地刺进了日本士兵的心中 那名士兵当场暴毙 而罗建渊也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他受伤严重和失血过多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那他也必死无疑 这时他被当地的一个农夫救了下来 在见到罗建渊身上的伤后 农夫使用土方法给他治疗 又将他的腿简简单单包扎了一下 便连夜将他送到最近的国民党驻地 由于血液流动过多 他头晕目眩无法忍受时 农夫赶紧给他挖了一大勺的红薯 这才让他吊着一口气 找到了三十多里外的部队 在部队中 他的伤势很快就好了 再一次步入战场 就是常德会战爆发时 当时他所在的队伍正在江西休整 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 他们历经四天四夜的跋涉 很快到了常德 当他们赶到时 发现自己的战友已经所剩无几 而日本人在身后紧追不舍 这时罗建渊部队的师长灵机一动 他命令每个人都把绑腿解下拴在一起 日军骑兵团继续冲锋时 国军一边拉起层层绑腿 一边用机枪扫射 对日本骑兵团来说已经太晚了 这次日军损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大洋马和骑兵 随后 我国双方军队在第一时间进行会合 交接完后 罗建渊的部队接到了新命令 攻打在德山被日军占领了一个岛屿 当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 罗建渊与其他35名赶死队队员 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过河 破坏了敌人房屋的铁丝网 以便与主力进攻 当时他们连着破坏了三个铁丝网 敌人根本就没有察觉 然而就在一个士兵 准备打信号弹让一支大军渡河时 不小心碰倒了罐头 发出了声响 敌人的照明灯一下腾空而起 罗建渊的部队瞬间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六挺机枪冲着他们就扫了过去 这时他们也完成了摧毁铁丝网的任务 于是拿起枪 在战壕里与敌人进行拼杀 就在罗建渊杀红眼的时候 他听到后面有人对他喊 班长你被袭击了 身上有血 直到这时 罗建渊才感觉到身体上疼痛 战争结束后 罗建渊被送往战地医院 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背后竟然中了22颗弹药 罗建渊在医院躺了20多天 但伤口仍然无法愈合 后来医生给他注射了昂贵的药剂 在半个月内罗建渊重获生命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一次战役中 他不幸被俘虏 1944年 衡阳保卫战打响 当时正值下丘之际 罗建渊的军队奉命前往衡阳增援 这一场战役 他们打到弹尽两绝 最后就剩下了三个人 因为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他们在敌人清理战场时 躲进入了尸体堆 但他们最终被发现了 就这样 罗建渊成为了一个俘虏 而当他所在的部队 清点人数的时候 发现缺少了他们三个人 于是便以为他们早就已经阵亡 便报了死亡证明书 并将其送回了他的家乡 八个月的时间 他们白天挖战壕 晚上就被关在了集中营内 日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在白天干活的时候 就用电话线将俘虏们拴成一串 只要有不听话的囚犯 就会鞭打他们 无法忍受如此屈辱的囚犯 试图逃跑 但最终被日军抓获并折磨至死 一直在寻找逃跑机会的罗建渊 在1945年的时候找到了机会 当时日军在打贵州独山之后 撤回衡阳 在路上日本军队缺少军用食品 囚犯到农村去抓食物 结果日本军队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农夫 无法忍受自己的欲望 并且有着邪恶的意图 囚犯们也被绑在院外面 罗建渊和战友们见状 赶紧利用街边的轻石磨断电话线 纷纷抄起了农具 三两下便解决了日本兵 为了表达感谢 农夫带领着他们走了六七十里的路 最终找到了我军部队 解放之后 罗建渊作为国军身份而遭受了不少苦头 由于被敌人俘虏 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工作 于是便回到了老家 做起了临时工 直到2013年 政府发布了寻找抗日老兵的文件 工作人员开始下乡进行普查 而罗建渊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便拿着自己的退伍证 以及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勋章 申请了领取补助金的名额 罗建渊这才得以被众人得知 国家从来都没有忘记老兵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的后代铭记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